好 那我們開始 五 三 二 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華人工商法律博談節目 在以Uber為代表的共享經濟模式快速崛起之後 有一個問題是大家一直關注的 那就是那些為Uber工作的司機究竟是僱員還是合同工呢? Uber司機有什麼樣的權益呢? 今天前檢察官現任知名聯邦審判出庭律師 Arcadia市副市長鄭博人先生將為大家解答這些問題 鄭律師 你好 Kennis 你好 鄭律師想請問一下 那些為Uber工作的司機究竟是僱員還是合同工呢? 我如果是為了Uber工作的話 理論上他們是臨時工 可是我們不要只有針對Uber還是Lift 其實比較重要的就是軟體公司 因為去年的11月份的時候 我們加州通過了22個提案 你要記得說提案跟一般的法律是不一樣 一般的法律不需要居民投票 可是如果改變我們的憲法 就需要居民投票 還是如果居民沒有透過政府的官員 就是州議員他們創造新的法律的話 那就要從投票的方式來做 最後我們11月2020年的時候 有58.63% 995萬的人同意 Uber就是這個網路的公司帶來的出發點 他們的出發點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今天是一個網路的公司 然後他們的工人 特別他們的司機 他們就是臨時工 可是你們要知道說 加州這個法律條文的最開始的話 就是商業法律條文的3600 不好意思 3600包括2750.5 就是如果有矛盾 一個工人就是正式員工不是臨時工 正式員工不是臨時工 不管說那個工人是為你工作一個小時 所以如果是某人兩可的話 然後有糾紛 然後雇主沒有辦法提供他需要的 他就是100%一個正式員工 那正式員工可以得到什麼呢? 當然是最低工資 有加班費 一天超過8個小時 還是一個禮拜總共工作的40個小時 他們都可以拿到超市 還有可以拿到吃飯時間 每5個小時就要拿到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 那關於這種的案子的話 這個電腦的案子的話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軟體公司 然後你有工人 他們有為您做工的話 他們是自動 自動他們是臨時工嗎? 也不是 也不是 其實很多的公司的話 目前很多的網絡公司 他們的工人不是臨時工 雖然22提案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商業法律條文7451 有規定 這個網絡公司他們要證明 如果他們可以證明 那你的工人就是臨時工 第一 你的網絡的這軟體公司 沒有規定時間 沒有規定日期 然後沒有規定最少的時間 要為這個公司做事 第二 如果這個工人 他有拿到一個單 他不需要接受 他不用接受 第三 你不限制這個工人 為別的公司做事 所以這個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有很多的華人公司 他們有開U部那種網絡的服務 那最後的話 我們問他們雇主 還是問雇員 問他說這個公司的話 有沒有規定 你有工作的時間 他們都會說有 今天你可不可以駁回 說我不要拿這個單 很多網絡的公司 華人的網絡公司 你一定要接單 不接單 你就被解雇掉了 然後今天的話 這個工人 可不可以為別的公司做事 那那工人說 我不行 我一定要為這個公司做事 這個的話 表示很多的華人公司 雖然22體驗過了 他的工人還是正式員工 那正式員工的話很重要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臨時工 然後你車禍了 責任是在你的身上 可是如果今天的話 你是一個正式員工 那責任就是在雇主身上 雇主一定要給你 買勞工的工商保險 也要給你買保險 為了你的工作的 需要的這個時間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提醒每一個人 雖然22提案有過 可是從我的角度 我還是覺得很多華人的 U部的這種公司 還是幫你帶菜啊 做這種服務 這個的話 他們還是正式員工 雖然22提案過了 因為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講 鄭律師 我到我的公司 我老闆跟我談話的時候 他跟我講 他們沒有責任 因為有22提案 這是錯的 22提案確實是有過 可是商業法律條文 七十五一也有過 他是過了 因為22提案 所以如果你沒有達到 七十五一的標準 商業法律條文 七十五一的標準 那你最後你是雇主的話 你們被你工人告了 你一定會失敗 好 謝謝鄭律師的提醒 我們也知道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華人公司 在做這樣的一種送餐的服務 或者是送快遞的服務 那如果就是說 參與這些送餐服務的員工 這麼說來 他們其實是應該獲得 最低的工資標準的薪水 是嗎 而且他們應該有社會保險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我可能剛剛講的沒有很清楚 你講的比較清楚 就是送餐 不管是送餐 還是開UBO的話 如果你是個網路公司 你是借單 然後分配給你的工人 然後他們是開車 不管說是開車還是送餐 他們都是正式員工 只有商業法律條文七十五一有達到 那這個七十五一的話 我覺得有很多的華人公司的網路的公司 軟體公司他們沒有達到 那如果像這些員工 他沒有獲得這種最低工資標準的薪水 而且也沒有加班工資 或者說公司沒有給他做保險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告僱主的對吧 可以 我都是一直在跟我僱主的客戶講說 你一定不能規定這個工人什麼時候工作 你一定要讓這個工人可以接別的公司的單 然後你也不能說因為這個工人不接你的單 你就要報復他們 解雇他們還是罰他們錢 這是幾乎我看到每一個華人公司 目前都在做的 就是他會跟這個工人講說 二十二提案過了 你是一個臨時工 因為你是一個臨時工 你要從八點做到八點 因為你是一個臨時工 我不需要付你最低工資 可是你不能為別的競爭對手做事啊 是不是 然後今天如果我打電話給你 你沒接 然後如果你沒接的話 如果有三次發生的話 我就解雇你 這個是正式員工 這不是臨時工 所以要提醒每一個雇主 包括雇員 就是關於這個二十二提案的話 雖然是有過 可是二十二提案 不是一個判決 一個結論說 工人為網路公司的話 他們一定是臨時工 他們還是正式員工 只有你打到商業法律條文的75億的話 你們才可以把這個工人當成臨時工 那臨時工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給他買老公保險 嗯 好 非常感謝鄭律師的介紹 其實有關這一點 我想應該很多華人公司的雇主 都還沒有意識到重要性 那還有一個問題 是 還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一下鄭律師 那如果說一旦發生涉及到 像Uber或是Lift這樣的相關的交通事故的時候 到底是由司機本人 還是說由公司來為客人的傷病 負法律責任呢 你是問說公司要負法律責任 還是工人要負法律責任 如果有車禍 OK 如果他是一個正式員工的話 雇主一定要墊這個損失 OK 因為他是為公司做事 他是正式員工 可是如果他是臨時工的話 那臨時工的話 自己的工人就要墊這個損失 好 非常感謝鄭律師的介紹 那鄭律師 您還有什麼想要提醒 廣大的這種以網絡為基礎 或者說是以APP為基礎的一些雇主呢 沒有 雖然很多法律有過 那我覺得我們華人很好 我們慢慢的都有在進步 慢慢都一直在學法律 可是這個二四二提案的話 我覺得很多的APP公司 他們都一直講說這個有幫助到他們 有 如果你有達到這個法律條文 可是我覺得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沒有 因為這樣子如果沒有的話 百分之九十的官司 如果雇員告 雇主一定會輸 所以今天的話 你要記得 你是一個雇主 你要保護你全部的公司 今天有官司的話 官司成功了 把你公司打垮了 你全部員工都影響到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一定要進步 我們要學這個法律 然後我們要做合法化 因為這個勞工好 一般的民事的法律 有意圖非意圖的案子 好 意圖的案子 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有這個意圖 做這件事情 被告人才會輸 可是勞工的公司的案子的話 是一個非意圖的案子 所以你不需要有意圖 去侵犯這個法律 好 做錯 如果你做錯 你就輸了 所以今天 如果你沒有照的商業法律條文 7451做事的話 其實你有一個很單純的心 你不是故意去做不合法化 你還是不合法 這個就有點像交通法一樣 很多次交通法 我們被開罰單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跟警察講說 不好意思 我不是我想闖這個紅燈 那警察都講什麼 可是你闖了 所以勞工法律條文呢 特別這個商業法律條文 我們7451 它是一個非意圖的案子 所以今天你一直在跟原告人講 原告律師講說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闆 我沒有想 就去欺詐我的員工 如果你認識我的話 你知道我是最單純的 雇員的律師會一直點頭 可是問題是 你是侵犯法律了 你是違反這個法律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卻有責任 嗯 好 非常感謝鄭博人律師為大家分析 以Uber為代表的網約車司機 以及華人公司的送餐司機等的權益 好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法律博談節目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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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